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整体来说 未来这个星期 持续受到西南风带来暖湿水气的影响 全台各地的水气都是相当的多的 各地天气状况都是不稳定 包括了端午连续加持这四天 恐怕也都是非常非常容易下雨 天气很不好的这种形态 提醒您的安排活动上面 要以室内活动为主会比较适合了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今天台湾就是受到封面云系通过的影响 全台各地其实从昨天开始 就陆陆续续有一些降雨了 绝部地区雨势其实还蛮大的 气象学都有发布了相关的 豪大雨特报跟警报了 预计这部封面云系 其实明天会逐渐的远离台湾 但是在远离的过程当中 还是会造成部分的降雨 所以提醒您明天还是有人会下雨 外出还是要记得攜带雨具了 可以看到明天封面云系逐渐的远离 但是还是有很多水气在台湾的上空 各地的天气状况还是不稳定 而且就算封面云系远离之后 西南风持续的增强 带来更多的水气 再加上接下来封面云系会在台湾的北方 带来不稳定的天气条件 所以水气多 不稳定的天气条件又持续存在 所以各地就很容易 会有好大雨的情况发生了 预计未来这个星期 包括了端午连续假期 都会是这样子天气形态 大家外出要记得攜带雨具 而这风的部分 现在依旧是吹着暖湿的西南风 刚刚提过了 其实西南风在未来这个星期 会越来越强带来越来越多的水气 所以各地的水气多 天气状况就很容易发生一些降雨了 可以看到在明天的天气部分 各地都是持续犹豫的情况 一定要记得攜带雨具出门 而连越下雨 山区也很容易会有一些图石崩落 溪水暴涨 大家要多加留意安全了 前往山区 要特别多加注意路况 而在前吻的部分 依旧是比较闷热一些些的 西南风持续的吹 所以还是会带来温暖的空气 北上 所以北部地区 东部地区高温32度 中南部也有33度左右 依旧是相当潮湿闷热的天气情况 提醒您外出千万 记得多补充水分 小心证实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